把时间回到历史的1961年4月22号 中华商场 洛城街幕 八栋三层楼的建筑 1644间店面 是当时台北最著名的地标 也曾经是政府拨迁来台后 居民的安置点 台北城发展的兴衰起落 在这里上演 中华商场是台北人曾经共同的回忆 回顾历史 清朝时期这里是台北城的西城墙 日本统治台湾之后 在1905年将城墙拆除 稍作拓宽改建成三线路 三线道就是中间是快车道 两边是慢车道 那这种三线道是在日据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道路特色 那么围着台北城总共就有四条 那其中就以我们西三线道是最大的最宽的 日次大战后 国民政府拨迁来台 大批居民找无欺身之所 政府委托台北市警民协会 在此搭建检疫的矮棚 低价出租给民众居住 并且允许摆摊维持生计 它呈现了大江南北很多的这种来自不同地方的文化之外 也相对带来了拥挤跟脏乱 因此政府就在1960年代就决定了 就是重新来整顿它 那当时就决定说来盖一个商场 1960年 中央政府为了整顿市容 决定在原地改建新商场 经过八个多月的施工 1961年4月22号 三层楼的水泥建筑正式完工 命名为中华商场 北起中校西路口南至爱国西路 总共有八栋以八德为名 分别为中校仁爱 信义和平 1980年代 台北市的商业重心逐渐东营 中华商场的吸引力大不无前 长久累积下来的脏乱 更是对都市警官造成负面影响 加上台北捷运板南线行经于此 市政府决定拆除 1992年10月20号 中华商场正式落幕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位于当年中华商场的所在地 也就是现在的中华路 而这里现在已经变成台北市 最重要的交通干道之一 也是许多台北人当年的回忆 以及足迹的地方 而现在它正要以不同的面貌 带领我们走向下一个历程 流行时尚文化艺术还有便捷的交通 西门商圈为台北带来新的面貌 那它有全台北市最宽的人行道 而且它也带动了西门町西区 等等的一个风华再线 所以我们会非常乐见 这样的一个变革 宝城门旧址的纪念碑 静静地躺在衡阳路与宝庆路口 旁边停放许多现代化的警车 包括中华商场在内 新与旧之间的交替 或许有那么点突兀 但是却代表了城市蜕变的历史痕迹